6月17日 球场最花边居然是一个红色气球 在巴西跟瑞士的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时 突然间一只红色的气球滚进了球场 巴西门将阿利松直接上前狠狠踩了下去 把红色气球踩破 这个动作在社交媒体上火了 有的人批图将阿利松最后批消失了 有的把气球批成了主裁判 被阿利松一踩没了 有的利物浦躺枪 有的国民主帅斯帕莱蒂躺枪 但还有批了一句很哲理的话 阿利松象征是生活 气球则是挣扎的我 大家都很有才呢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